昨天由張家戒回來 今天我又來上旅行出發 參加領導團 所以我要打車去阿波羅莫獎 知道去哪裏嗎? 待會再說 這個導遊真是太人 仍然在騰德機裡等我 Значит是 幾十年後 我已經推出去 今天要試一下 音樂 就往口天湖都行 今天董师傅小湖导游带大家的岳阳洞亭湖一日游 现在我们就正式出发了 洞亭湖边上参观咱们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 带您登上岳阳楼的最高层 去感受八百里烟火后面的洞亭湖 以及半周年老先生当年那种先天下自由而忧 后天下是乐乐的放置的题材 将我们楼下床放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现在所属的河东 一部分我们乐路上楼下河西两个部分 我们搭配上了一个世界之床 能够让您在一天之内周游到世界 看到世界各国的空间名声 留着到世界之窗 腾纸巾摘搜巴黎棍 这个不是真的巴黎棍 这个是一个服务区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居妙堂之高 则有其名 楚江湖之远 则有其君 世敬一忧 费一忧 然则 何时而乐也 黄河楼有七层 是有五层 我们腾王河有七层 有九层 为什么我们要老天天只有三层 有多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说 它是根据老师的道德经理的说法 是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三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所以取三 二个是说出于封建思想的一个影响 是当时的修建者 他是为了取这个天时 地利 人和 三者之意 所以 见三层高了 看到两块 一块一样内容的丢品 有一块是真的 有一块是假的 当然 解决之后 就有一个小小的任务了 什么任务呢 你去看一看 哪一块是真的 哪一块是假的 啊 几十年一直上来的 岳阳楼 终于被我离租了 刚刚下车 余观赴巴林圣状在洞庭一湖 好了 这里就进了岳阳楼的景区 余观赴巴林圣状 于洞庭一湖 陈宇山天长江 浩浩荡荡 广望无尽眼 要辉直音气 再浅满 不同年代的岳阳楼 都有不同的形态 这边在南极秀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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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荡楼 那边就是北通无盒 但是呢 通过这个斜化 你可以看出来 它是惊人形的 还是古人形的 惊人 我所说的的四吐 在哪里呢 进去之后 大家到处找一楼 有这么大 有这么大 从一楼 通到三楼的 四根空天栏木柱子 支撑着整体的建筑 无横 无铁钉 无地基的建筑 很厉害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龙代表着 蛮权 龙代表着女权 天上的云铃 代表着神权 圣文 它就是国防神圣 它是有来自的 没错 龙子 龙王的 是渠岳太后 哦渠岳太后 放在龙的上面 这是一个 渠岳太后 放在龙的下面 最后再放在龙的里面 哦 很漂亮 谢谢 好了 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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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一个一个真正的黄 是嗎? 先去吃所有豆腐 我不懂得看 因為這個是狂草 不懂得看 聽說有個字是不同的 這裡就是三樓 這裡就是北通和合 就去到小喬的銅像 現在去看小喬的住處 來到三角時候 大美人小喬的狗居 不是狗居 他曾經在這裏住過一段時期 誰人慣念他? 宣拳? 曹操? 蘇東幫? 那邊還有一個小喬之墓 小喬銅像 岳洲線 當年范仲淹 就憑著一幅畫 就寫出這個 岳陽樓記 當時沒有照片 就看著這幅畫 寫出千古文章 岳陽樓記 都很厲害 大聲韓詩 大聲叫 船就會走出來 下面聚餐 美豆飯, 長沙火工店 離開外郎地區, 對不起 屈以文化園 要斷節來, 淨酒吧 屈以文化園 芒果水槍節, 歡迎瓜林 好, 冷卻 涼快 要冷卻栽埃 很多人要提到字的碑 碑林有關屈原文 都很多 不同的人為這個碑林都寫出字 這是後世根據史書所描述的 屈原武部居無儀建築 楚國時期的房子是這樣的 楚國的時候 無儀建築 有關屈原物品的環境 是關於屈原區的調校園 好人,第一家人,小朋友都很乖 進入了阿波羅廣場的商場,不吃東西 現在出去,先逛街 現在下雨,打車也有困難,怎麼辦呢? 再喝一杯茶蘭魚,先喝一杯 他們會一起說話 現在開始吃見了 看藥、一盞 炖九頭、兩碗 一盞 一盞 煮火